约书雅纪第十一章 夏索王爷兵一听见这些事 就派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压煞王 以及住在北方山地 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和西边多尔高地的众王 又去见在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 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喜人和耶布斯人 以及米斯巴蒂黑门山下的西卫人 这些王与他们所有的军队都一同出来 人数众多 好像海边的沙 还有很多马匹和车辆 这些王都联合起来 来到米伦水边 在那里一起安营 要与以色列人作战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不要因他们惧怕 因为明天这个时候 我必使他们全数在以色列人面前被杀 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 焚烧他们的车辆 于是约书亚和所有与他在一起 能作战的人 在米伦水边突然破镜 攻打他们 耶和华把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 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 追赶他们 直到西顿大城 米斯利 辅马因 以及在东边的米斯巴谷 以色列人击杀他们 没有留下一个 约书亚照着耶和华 吩咐他的对待他们 他砍断了他们的马蹄筋 用火烧了他们的车辆 那时约书亚转回来 占领了下索 用刀击杀了下索王 因为下索在这些国中 素来是为首的 以色列人用刀击杀了城中所有的人 把他们完全毁灭 有气息的一个也没有留下 约书亚又放火烧了下索 约书亚夺取了那些王的一切城镇 又擒获那些城镇所有的王 他用刀击杀了他们 把一切完全毁灭 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至于那些立在土丘上的城 除了下索以外 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 约书亚只烧了下索 那些城所有的战利品和牲畜 以色列人都据为己有 只是把所有的人都用刀击杀了 直到把他们杀尽 有气息的他们没有留下一个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的仆人摩西 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 约书亚也照样行了 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 约书亚没有一样不办妥的 这样 约书亚夺取了那整个地区 就是山地 整个南地 戈山全地 高原 亚拉巴 以色列山地和山地的高原 从延伸至西尔的哈拉山 直到黑门山下 黎巴嫩谷的巴利加德 约书亚擒获了那些地方所有的王 把他们都杀死了 约书亚和这些王作战了很多的日子 除了住在积变的西魏人以外 没有一座城与以色列人议和的 所有其他的城都是以色列人作战夺取的 因为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 它使他们心里刚硬 要与以色列人交战 好把他们完全毁灭 使他们不蒙怜悯 却要被消灭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那时约书亚来了 把在山地 西伯伦 底壁 亚拿伯 整个犹大山地 整个以色列山地 所有的亚纳族人都剪除了 约书亚把他们 与他们的城镇都完全毁灭了 在以色列人的境内 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 旨在加萨 加特 和雅实图 还有余下的 这样 约书亚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一切话 夺取了那全地 于是 约书亚按照以色列的支派 把地分给他们做产业 全地也就止息了战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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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